經過幾個月密集的福檢和跨部門的協作 土地供應緊絕的情況將會扭轉 我們確認在未來10年 即是2023、24至2033年 土地供應量將會達到3280公頃 大概是兩個張溫澳那麽大 或者將沙田、馬鞍山加起來那麽大 而且整體是情上升的趨勢 當中已知道會預留做房屋發展的土地 估計可以最少起到493,000間 相對於我們每10年 需要43萬個房屋這個需求 顯示我們是有能力透過積極做地 來主導這個土地供應 並且有空間應對萬一出現 需求特別恩切的情況 同時亦都可以支撐我們的產業和經濟發展